真的是很有想象力和创意的一个提法 因为按照昨天下午的那个打法的话 六点钟真的有可能是打到 如果楼依晨先生这时候正在收看节目的话 他一定会惠心的一笑 而且会祈祷这一切的发生 双方第二季的比赛由Ryan Day来开球 看Ryan Day的开球啊 看他今天杀气如何 不过很多人说Ryan Day的眼神就是杀气腾腾 这个是有道理 标准的现代派开球 对 这是现代式开球当中最最好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中间球队散乱 但是没有散得很开 有一颗球在外面 但这颗球并没有办法直接打到进球 主球贴按三分球挡球 然后五分挡住另一边 这是现代派开球当中最最优秀的一个开球局面了 只能放一个低按安全球 哦他薄过来 哎这球打太薄了吧 薄过头 薄过头倒又好了 现在要拼球很困难 你看现在在球堆的正下方啊 有一颗红球 理论上讲这颗红球打进是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 来吧 来 好球啊 但力量还不够大 如果力量再大 主球再出来的话 会是一颗非常漂亮的好球 Rain Day真的是极具攻击啊 对 好 跑出了 哦 Rain Day won 这个球 基本上是一颗好球 对 但是呢 这个球如果能够再放的按边一些的话 将会更好 对 这个球呢 给对方一个比较好摆的手枕 对 打一个十字回球 对 但这个十字回球要是要反赛 很强的反赛 大家看是两颗心回去 但明显力量大了 主球要出来了 对 没有算到啊 没有很认真的去计算这个 转弯带来的 这个 这个问题 甩尾的力度啊 对 看看Rain Day 如果这个球去拼球的话 嗯 那就说明今天 他是一拼到底了 嗯 果然 哦 拉杆回去 回得去吗 带口球 哦 那边 两边 三边 嗯 三边 这个 在球台右侧的这个三颗球 中带那颗不知道看不见看不见 两边都漏 嗯 打进 横台过来 好不错 三分 三分球 好不错 现在黑球没有呢 嗯 比较麻烦啊 然后六分也不在 五分 先要把它叫回点位 对 所以来打一个很难打的一个中带球 对 这个球的难打呢 在于架杆 架到前面 前面不行 前面人趴下 我觉得这用架杆器吧 说行 对 他换了一个方式 好 拉杆 一颗心起来 嗯 不够 嗯 Dominic Dale呢 他在描球的过程当中呢 好多球 他都是歪着脑袋描的 嗯 因为呢 看上去 他是左眼主视 对 但是这个左眼主视呢 也有一个 问题 就是说 身体啊 必须非常前倾才可以把这个球杆呢 放到自己的下巴上 有的时候呢 有些人弯不过来呢 就必须要斜过斜过脸来 但是斜过脸来呢 有的时候瞄球上会出现一些偏差 相对容易一点的一个点 好的 这一堆球全部要做五分 嗯 也不容易 有一位7778的朋友说 昨天现场看了Rion Day的比赛 球风很犀利 嗯 very aggressive 嗯 另外有人在问我们说 如果打 红球打完 来打彩球的时候 打两分球的时候 把三分撞进 怎么回事 那就是犯规 扣四分 嗯 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不要介意啊 就是 呃 当然在我们的电视机前做着很多资深的球迷 对于这些问题一定是非常不屑一顾 嗯 但是我们在做每一集节目的时候 我们在转播每一场比赛的时候 都会有那些新进加盟的一些新人入场 对 我们在欢迎新人的同时 也不要介意新人会问一些基础的问题 呃 我们正在做的就是一些普及的工作 就像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做的一样 我相信经过上海大师赛 这样的传统赛事的推广啊 呃 作为斯诺克运动会渐渐渐渐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一项重要的运动 嗯 专业球迷也会越来越多 对 很快有一天啊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的球迷 每次掌声的点和节奏 可以跟 这个 呃 在英国举行的任何一场比赛当中的球迷 相媲美 甚至可以跟 维也纳 金色大厅当中的 在演奏拉德斯基进行曲时的这个 这个观众掌声 嗯 还有很多朋友在关心 这辆荣威750的归属问题 哈哈 呃 有的朋友说这个 打进 打完之后没有 如果打了147分 拿到英国去 英国是右架啊 这边是 这边是左架 嗯 呃 是不是能用 反正 反正给他们再做 这个朋友是开改装厂的嘛 哈哈哈哈 我想在自己的庭院里 停着一辆 右架版的车 然后大家问 哎 这个车 为什么是右架 你总会买了一辆右架的车 嗯 啊 这不是一辆汽车 这是一个147分 对 这是我的一个纪念碑 对 这句话 我觉得要比开着这辆车上街 要更加 拉风 拉风 顶 顶 顶薄球了 哎呦 这个球是不好 这种球非常容易顶滑 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说球在慢慢走下来的时候 因为它是打点拉的 对 这个球其实还带着一个高速的旋转 所以当两球相碰的时候 你看到是整颗啊 但是由于它分力没有 但是这个旋转力却很强 于是出现的结果就是 一碰就滑掉了 要跑球 有的朋友 有朋友在问我们 Ryan Day职业生涯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时候 就是在上个赛季 马尔他被打进了最终的决赛 那么他在一路上分别淘汰了 Matthew Stevens Fergo O'Brien Mark King和Peter Epden 应该说 这一次的荣威上海大赛 如果他能够拿到冠军的话 那么 这将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好的成绩 有一颗 拼球 这颗球呢 也可以算作是一颗打带跑 打下方 那个拼球 他是担心会碰到旁边的那颗红球 回不去 所以就先选择了一个打带跑 来看看Ryan Day 让我先选择了一个打带跑 可以 让我再拒绝了一个打带跑 我再拒绝了一个打带跑 还会 然后可能 再拒绝了一个打带跑 然后再拒绝了一个打带跑 所以 厉害 好厉害 举杆就打 在那想了很久 都意识到他要拼这个球了 对 但是能不能拼得那么准啊 而且落点那么好 真的很不容易 这个球呢 要抬高杆尾来打拉杆 打这个红球的拉杆 打这个粉球的拉杆呢 并不容易 因为他靠近台边 而且有一点斜角 当你抬起杆尾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角度呢 会有一些变化 还是打近 这个球呢 他本来是想打的 杆法是什么呢 准备拉杆弹一颗心 算了算了 后来想想 算了 打近为主 对 先打近 这个球 力球时效了 对 因为他所有的难度 都集中在一杆上面 这个需要很强的自信心 也需要很好的一个控制力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么有的朋友在说呢 这个球台上面看上去很脏啊 那么球台上面的这个印记呢 有两种情况形成 一种是拉杆 那么这个翘粉会留在台泥上 就是大家看到那个白色的 那个一滑一滑 还有一些是这个深色的一滑一滑呢 是手枕 在球台上的留下的印记 对 而且大家知道呢 这个球台啊 他有顺毛逆毛 嗯 大家 他反光会不一样 对 没打近 又拉近看看 有没有 而且震了黑球起来的 中带这颗应该是漏球了 Randy真的打得很凶啊 嗯 看底带这颗也有 嗯 这个带走红球呢 还挡带口你看 时机不还挡带口 拼都没得拼 偏锋连夜雨 嗯 回头看分 41对14 我们请一男来做得到口令 40 40 40 这个球如果真的要拼起来的话 五分球可以拼 对 算了黑球 太远了 五分球 黑球算了 弄一下 弄一下吧 DONICAL 忘 好 好 现在只看到了底岸的这颗红球 嗯 底岸都不一定看得到吧 我是说下面 下边底岸 嗯 好 上方的这个红球 多一点 嗯 由于中带打耐口的球是偏向于下侧的 哎 太准了 哦 好球 好球 嗯 嗯 爱拼不拼 对 而且这个球你扎过去以后 因为它是扎了右塞啊 嗯 扎了右塞以后呢 它是向逆时针方向旋转 嗯 然后碰到这颗球以后呢 它是向右拐弯 嗯 把这个红球避开 其实大家 它最担心的倒不是说扎不扎得到 而是扎到之后会不会double kiss 嗯 啊 还好没有出现double kiss 好 下散两颗心 但是我担心这个主球不到位 蹭了一下两分看挡不挡得到 嗯 变成好球 但我觉得中带这颗球啊 还是一个大问题 保球 主球的力道看看怎么样 如果撞黄球 哦 避开黄球 好球 撞黄球就麻烦了 相当精细啊 七八到五说 Dominic Gale 今天穿 这么含蓄的穿了一件黑色的 看来他要保守了 哈哈哈哈 对 前两天都是亮色的 对 桃红色啊 我估计啊 就是 来打七天比赛 嗯 带了七件真衣 嗯 黑色是他最不想穿的那一件 但是 他实在没想到 第一轮的时候还要穿过 穿过黑色 对吧 但是 怎么说呢 就是在 最后一天的时候 嗯 那些都洗了 嗯 还没干 不可能啊 对于我们这次大赛的座委会呢 把他们的这些生活起居的安排得非常好 有朋友在问下一届的 这个上海大赛赛是什么时候 下一届的比赛呢 将是在 明年的十月份啊 金秋十节 对 看三天的F1 嗯 然后再连看七天的 这个斯诺克大赛赛 爽啊爽啊 想想都觉得很爽 嗯 记得大家有年修的话 嗯 这个留着点啊 嗯 留到十月一起用 对 哎 很多老总会不会 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啊 那几天没有人上班了 嗯 那几天正好十一长假 对 正好半个月没有人上班 拼球 哦 没有拼近 哦 蹭了 哎呦 再蹭出来 啊 漏大了 这个漏的大了 如果不蹭这个粉六的话呢 情况还算不错 嗯 但也很难啊 因为 折线回去 折线回去之后 撞到低分值的彩球 还是有可能漏中弹 嗯 这个中弹是不是 被他挂出来了 是 这是可能会漏的 没有那么 那么严重 那么严重 对 但是也许强行的 保球还是有机会 嗯 8100 丁俊辉现在全球排第几位 他现在是排在第九位 刚刚有一位朋友在问我们 如果Ryan Day 赢得冠军的话 那么他的名次会上升到多少呢 嗯 我刚刚大概算了一下 他的名次应该是在十一或者十二 嗯 要上升四到五位 这个球打粉球的角度太大了吗 对 太向下了 那一颗星起来的话 应该 他是可能是怕黑球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粉球一颗星起来 粉球直接可以到位 是 他现在的问题在于说 走这个球啊 他现在就是要吃完 嗯 你看从分数上来讲 刚刚是差27分 对 啊 然后 一定要吃完 才可以来赢得 赢得比赛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 抓什么分数 并重要 重要的是 怎么走着顺 啊 这个是最重要 嗯 好 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手机尾号0661的朋友 想问一下 斯诺克有没有学派之分 以前听你们解说过 好像有学派之分的 嗯 各个学派有什么代表人物 嗯 斯诺克呢 的确是 有一些 些许的学派 嗯 差别啊 但是没有达到派系伶俐的 这种 对 还没有达到 说真正达到流派的 这个 这个境界 因为斯诺克球台上 他必须遵循球理 对 那么遵循球理的过程当中呢 来看这个顶球 顶开了 并不是很完美 对 嗯 但是还是有一些学派的啊 我们先看完这个球 一会儿我们能花一点时间 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解答 对 哦 强大 拉杆 他想好 如果万一不进 因为他力道太大了 太大了 这个球 漏球了 不合算 嗯 这个力道太大了 对 他的想法呢 是挺好的 嗯 我觉得是挺好的 拼近黑球 拼近一定是黑球 走黄球 而且呢 主球下意识的向后拉呢 就是离这红球远一点 对 但是没想到呢 撞带口以后 会是这种局面 哦 打击 嗯 打六分 就两分走两分吧 两分走两分 直接拉杆 嗯 好球 现在是领先了十一分 三分 要打到四分球 八分 八分一颗心 嗯 这些都没有什么难度 嗯 就是六走七有一点难度 对 但是这已经 我需要 这局的比赛 对 好 观众还是相当专业啊 一超分就有掌声 好 看看走球 嗯 角度走得很完美 stun 哦 它是用拉杆 反赛 两颗心 表演球 哦 这个是要走到贴球 哈哈 底带 看看近不近 哦 这个随便退一端 都这么准 厉害 也许就是随便退一端 会这么准 哈哈 现在打成了一比一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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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